I know the moment is not in time She's a time 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你們KevinGang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這集由我們Snowbee贊助播出 所以大家會看到今天穿的全套都是我們Snowbee贊助的 那今天特別來講一下它這個衣服 穿起來呢它是排汗的那種材質 但是它穿起來就是非常的舒服 然後呢就是還蠻輕的 因為覺得有點像好像裸體沒有穿衣服的感覺 非常的輕易 然後我剛剛講一個重點但我忘記是什麼 總之呢挺好穿的這個衣服 好那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我們的三號木杆 三號木這隻球杆其實蠻特別的 它可以打得非常的暈也可以打得非常的近 沒錯它就是可以這樣能說能聲 通常啦我是不建議學生或是球友去使用到三號木杆 除非說你今天是比較差不多單差點 就是單差點甚至就是差點可能在13左右的球友 那你去拿三號木它才有比較實質上的意義 像是說五肝凍的情況下你拿三號木去揭桿 是有機會趕桿就揭桿的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去平一個義勾嘛 可是像一般的球友它如果沒有辦法讓三號木打飛起來的話 那就會像我剛剛說的它會變成距離非常的短 就是滾地球啊或是一些失誤種種 那反而讓你的幹數是增加的 所以像這種時候我其實會建議他們就使用五號木杆就好 因為你五號木相較三號木來講 它比較容易打飛起來 那你的距離這時候才會出得來 那今天我們就來教大家 怎麼樣去打你的三號木杆 首先呢我們先從最基本的開始講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球位 球位的話呢它其實會有一些些微的差異 像是你在球道上或是說你在開球台 因為有些球友你會看到它會把三號木拿來當它的開球桿 因為它的Driver可能沒有打得很好 所以它會把三號木拿來當它的開球桿去做開球 那這個時候它其實球位會有點放得 需要比正常的位置再靠左腳一點點 因為我們現在架T的情況下你的球是扶著的嗎 那我們這時候會希望它是稍微會有一點點向上去擠它的感覺 一點點而已啊 沒有像Driver這麼多 因為你的T其實就架真的也就一點點高耶 所以這時候球位會稍微的比你正常掰的時候 再靠左邊一點點而已 可能就大概多一顆球這樣的球位而已 那這樣可以讓你打出來的彈道會比較高一點 那你的三號木基本上你的彈道打得出來 這時候它的距離也會比較漂亮一點 可是多數時候大家一定希望在球道 五帕第二桿截三號木嘛 讓你自己有一個兩剛剛的機會 然後看可不可以平個異狗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講在球道的時候 我們的球位其實就會放在比較正常的位置 就大概是你的七號貼在靠左一點點這樣子而已 那主要呢 希望你在擠球的時候是可以讓它有一個 比較向下去擠到它的感覺 那在球道來講 你有去向下做一個擠壓的時候 那個球會比較容易做起飛的這個動作 跟鐵幹的道理師是有點類似的 就是讓它稍微去擠壓它 讓你的球淡到飛的上來 所以你在打的時候可以稍微去試試看 把你的球位做一點點的改變 讓它去有一個向下擠壓比較多的這個動作 然後看可不可以讓它飛下來 所以這其實是很簡單一點 然後呢還有一點算是優 算重要 蠻重要 對它很重要 就是你球桿上面的選擇 因為呢有些人它其實不是三號木打得不好喔 然後稍微注意一下 有些人是因為它買的三號木 它可能頭型來講是比較高一點的 所以呢相對的它的球要打飛 在球道上它要打飛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呢在挑選三號木 以我們這種比較可能出接一點 才剛開始要接觸三號木的球友來講 我們可以挑選一下 比較扁平一點點的三號木桿 這樣子它可以讓你的球比較容易起飛 比較不會像你如果挑種比較高 它可以打到球可以很遠 可是呢相對來講 它成功率會偏低很多 那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我們如果先讓球的彈道出來 打飛得起來 這個時候你的三號木它才有實質上的幫助 基本上就是注意一下這兩個地方 然後先開始去鑽研 你就是接觸一下你的三號木 大概了解一下它基本的一些概念 然後我們大家就先來試試看 剛剛我們提到的球位稍微的變化 打起來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差異 好那一開始要怎麼練習呢 我們會建議球友說 一開始你可以先從架踢開始 其實跟你一開始去七號桿的時候也是一樣的過程 我們先讓架踢 然後呢去讓你習慣打這支球桿 然後去了解它打出來的彈道啊 習慣打飛啊 容易打到球啊 這是最重點 容易先打到球 先打到 然後可以穩定的去擠到 以架踢的狀態去擠到之後 我們才開始把它放在地上去練習 怎麼打到它 那架踢我們剛剛就有講到 球位稍微注意一下 把它擺的比你平常擺的還要再靠左腳一顆球 然後去試著打打看 那一開始呢 你可以先去做一個比較小的揮桿 可能就3分之3這樣的揮桿 去拍這顆球的感覺 然後等你抓到穩定一點的時候 再去做全揮桿的動作 OK 我們先試試看3分之3 所以接著架踢 然後球位稍微靠左邊一點 所以它大概會已經快到 然後左腳內側再右邊一點點 這樣的位置 自己稍微去抓一下那個地方 所以先做一個3分之3的揮桿就好 OK 所以這個其實打得還不錯 我會希望一開始來講 我們不求它距離多遠 我們先讓彈道有出來 像我這顆彈道就很漂亮啊 有沒有 所以輕鬆的一個3分之3的揮桿 它就到了250的這種距離 所以一開始的重點 會是先著重於你去打中這顆球 然後呢讓它可以飛下來 好 那再來我們就試試看 剛剛提到的讓球位稍微有一點變化 好 現在就是你在球道的這個情況下 所以我們會希望 剛剛提到的什麼 向下擠的感覺是比較多的 不會像剛剛那個 它會有一點點往上的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球位就會掰的比較 靠你平常掰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一樣也是先從一個比較小的揮桿開始練習啦 所以可以看到你球位稍微不同的時候 我們大家來看這顆球 球位不同的時候 你看我沒架踢的情況下 它彈道 這時候就低了快 低了3分之1吧 差不多低3分之1這個高度 所以打出來彈道就會不太一樣 那你要先確保說 你可以每一次都讓它準確地擊到球 然後你的3分之1打得像這樣 它是可以飛的起來 這樣子你才可以確保 你在場上的時候 是可以把球打飛起來 不會是變成滾地球的情況 所以記得你是稍微要去向下去擠它 而且是要先擠到球 才去擠到地板喔 不要給我一直先擠到地板 才去擠到球 然後跟我說 Kevin為什麼有球都飛不起來 哪不打只要這麼飛起來 好吧 所以我們再試一次 那當你 就是我剛剛講 4分之3你練好之後 你就可以去試著 讓它全回桿去打這個球 距離就可以像剛剛 比4分之3還要再遠一點點 OK 那我們一樣試試看 哇 哇 這個是 Grandfather Hook了 這是Baby Hook了 好 當然 還明顯的距離不太一樣 好不好 剛剛 上個280 這個就到300 雖然這顆左序稍微有點大 但不重要 我們重點 飛起來 這會是你的重點 我們先讓它可以大眾飛起來 這時候才可以去要求你的方向 要 小桌 小卡 這些 這都是後面再去調整就好 但首先 首要條件 我們要讓它飛起來 那各位 想看一下錯誤示範 對 沒錯大家最喜歡看錯誤示範 我們請錯誤示範出來 來吧 不是 剛講完而已 啊 初誤示範馬上來 各位 剛剛我們第一部幹嘛 放在地上 喔先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抱歉抱歉 不是放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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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四分之三 沒錯 四分之三 先放在地上 拍到那個球的端子 然後球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球位就會比較靠住 一點點 沒錯 最近風比較大 所以就要練這種 抗風球 在風很大的條件上 它可以打173 相當的經驗 可是 各位 這是為什麼我剛剛提到 為什麼在這種 這種差點的球有 比較高差點一點的球有 它會需要 先不使用三號木的原因 就是在這邊 因為呢 三號木 你看它的灰乾條件 其實是不差的 但是相對 因為 它是 比較難去打到 球的一隻球桿 因為它的頭 沒有像你Driver這麼大顆 可是它的長度又很長 那甚至你平常是把它放在 地板 地上 這個地 地上 去打的 所以要打飛真的不容易 我們讓它再試試 試試看看 它有機會是不是 沒有啊 再試試沒關係啊 好球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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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請群哥試試看 就是放在地上 好球阿 然後一樣剛剛球會稍微去改變 讓它往下擠的這個感覺 試試看 打起來的效果 怎麼一樣 像鐵桿一樣 對會比較像鐵桿一樣 但它比較麻煩的是 因為它平常其實沒有再搭 三號木了 因為它的距離比較遠一點 所以它通常打過去都直接切乾而已 還不錯耶 你是不是缺一直三號木阿 我是不是要買三號木阿 不用買阿 不用買 看到了就自己要寄來 還在買 看到了要自己寄來 自己要知道要寄來阿 是不是運氣好阿 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再試一次看看 你有試著做鋼蕩的感覺嗎 有 有 有嗎 像鐵桿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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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找你雞阿哈 龍人 欸 不錯 這才是我 漢妮造出來阿 什麼漢妮 漢妮是茶店 啊 茶 漢妮造出來 對嘛 這才是你嘛 對嘛 打三顆就知道了 打三顆就見到真 本人了 打三顆就會知道 對嘛 嗯 沒錯 所以這就是平常大家會出現的三號木嘛 嗯 就是 阿你三號木開多少 喔 270阿 阿就是其中那一顆阿 就是三顆挑一顆 沒錯 所以其實成功率相對的比較低阿 所以像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可以先從四分之三開始 那當然你不可能馬上就每顆都打好球阿 然後中間像剛剛我們剛好架踢一顆好球 欸很剛好 加踢一顆然後地上一顆 各一顆好球 都各一顆好球 可是你就是要慢慢去練習 然後提升他的成功率 所以就可能說像剛剛搭了五顆 少數五顆 五顆 成功了兩顆 所以就是慢慢提升 可能提升到十顆裡面至少他 有五成以上的幾率吧我覺得 至少他五成以上的幾率可以大到 這樣對你在下場的時候也是 比較有把握的 你不會是現在要進攻 五肝洞你第二個要進攻 結果 你會害怕拿這隻球幹出來 因為你會覺得他大不飛 或是會歪什麼的 嗯 所以我覺得 如果提升好你的三號木 那 以你是 中間差點這種球優 中低差點這種球優的話 他可以 幫助你在五肝洞提升 一些攻擊的方式 然後 增加你去搭 不要說以狗啊 增加打Birdy的機會 因為你的第二桿可以更靠近過力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 更容易搭出一些推 然後去增加你的 PowerFly打Birdy的這個機會 而且 另外那兩 我剛剛 另外打不好的 其實 你在 球道上這樣打 會多花非常多桿 對 沒錯很重要 因為 你突然一定是第一桿開套 你才會去接到 三號木馬 有點像土王 那 結果你打一個 剛來動球 他可能OB 或是 就是滾個 100馬 對 其實會 而且超歪 對 你可能在樹林 然後接下一桿 反而會花更多 是 如果你降低桿數來這樣的話 選擇鐵桿一定是相對較好的選擇 對 因為你是要順利的往前去推進 嗯 對 沒錯 那我最後 再打一顆 好啊 你再試一顆看看 欸 欸 我們要哽歪了 這邊 呼籲大家 就是 盡量不要拿三號木出來 應該 知道了 雖然我們這集是要教你三號木 但是 不是看完就會了 你可以去練一場練習 然後去試一下我們剛 影片中提到的這些方法 然後去稍微調整一下 看可不可以讓你的三號木 比較容易打飛起來 如果還是沒辦法 第一 請教練 第二 把三號木收起來 去買五號木 去買五號木 因為我發現真的 大家幾乎都會賣三號木 因為想打遠嘛 可是你要記得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的球沒有飛起來 它都不會遠 所以你看你三號木沒有飛起來 你拿切乾出來都可以打得比它遠 所以重點 我們要讓球是會飛起來 它的距離才會出得來 OK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是你們的Kevin Dan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見